我們看看這一題 它說假設A是這個集合 B是這個集合 那C的話是由所有的 基數所成的集合 D的話是由所有的 正偶數所成的集合 它說則下列各敘述 何則為真 我們看到A選項 A包含B B 這裡的話不對 因為這裡有個E不在裡面 我們說A如果包含B的話 這裡面的每個元素一定都在裡面 那我現在找到一個元素不在B裡面 那就把這句話好聽掉 所以A是錯的 這樣看B B的話是B 包含D B的話裡面的元素都是偶數 所以它當然是在D裡面 因為D是所有的正偶數所成的集合 所以這是對的 那B裡面每個數都是正偶數 這樣看C A包含D A有沒有包含D 沒有啦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一個E它不是正偶數 所以C是錯的 這樣看D B B的話B 不包含C B不包含C B不包含C 這個對啦 因為它至少有個2的話不在裡面 更何況它三個數都不在裡面 這個當然 這個當然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這樣看E A它包含C A的話有沒有包含C 沒有啦 因為它裡面有個偶數的話不在裡面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A包含C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B跟D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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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